中国人会为遭受的百年屈辱而报复西方吗 这是一位英国网友在外国最大的问答网站 cora上的提问 唉 一姐觉得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真应了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你们真是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老是怕别人报复 况且你所说的报复是什么意思 如果像19世纪你们西方国家对我们中国那样 要用大炮和战舰征服你们国家 那不太可能会发生 因为从历史来看我们中国 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而各国网友也都纷纷尽心地回答 一姐带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Ribouty回答道 这不正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所追求的吗 别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血与火 而是把一记重拳打在他们的脸上 看到那面美国国旗了吗 想知道背后是什么吗 那是中国制造商的标志 用一件T恤换一架波音747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毕业于爱达河大学的美国网友 Michael Modenhofer回答道 中国人现在正在报复 事实上他们做得相当好 他们通过比西方更努力 更好地取得成功 并迅速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有人说成功就是最好的报复 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会 是的 这是有史以来最积极的报复方式 紧接着澳大利亚网友Paul Boven回复道 中国在15世纪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军和陆军 并前往东南亚 阿拉伯和非洲 入侵和殖民的国家数量为零 这说明了中国人的什么特点呢 正是那些做过抢劫和掠夺的人 喜欢把自己的心理投射到别人身上 新加坡网友Mike Wu回答道 好好活着 就是最好的报复方式 正如这句名言所说 中国一时五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就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而言 中国拥有最发达的基础设施 最大的贸易网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是因为它着眼于未来以及如何为人民做正确的事 了解历史 从中吸取教训 但永远朝着未来努力 紧接着英国网友John回复道 这是一个现代奇迹 我看到了这一切 但我仍然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中国网友Billy Lee回复道 中国人通常不是为了自己而享受生活 而是为他们的子孙后代 长远的战略眼光 竞争的心态 永远在安全的时候 为艰难的时刻做好准备 当西方人享受生活时 中国人正在努力缩小与第一世界之间的差距 中国网友Gintao回答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得不说 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 我仍然记得小时候 每当我读到我们从1840年到20世纪 40年代的历史时 我是多么的沮丧 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屈辱 我尤其对强行向中国人灌输鸦片 以削弱整个民族的做法深感厌恶 但在那些日子里 我从未想过要报复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唯一根深蒂固的教训 是如果你软弱 你就会被欺负 大多数时候 中国只是忙着变得更强大 现在 无论世界其他国家喜欢或不喜欢 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能保持自己的立场 无论形势多么严峻 全国上下都能团结一心 往最好的结果而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地与北京大学的网友 巴薇回答道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确实讲过上个世纪的屈辱 这是因为清朝的腐败和软弱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 落后就要挨打 报复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因为我们从孔子那里 学到的原则之一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因为我们不想被羞辱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羞辱别人 网友Chris Wong回答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 所有这些历史都在我们的教科书 媒体 电影等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谈论这些屈辱之后的问题总是 我们应该怎么做 答案永远不是报复 答案只有一个 更加努力的工作 发展我们的国家 这样的屈辱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把中国的山东省 送给日本人 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 谁能接受 请你们记住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这沉痛的一天 谢谢大家